宝贝,你昨天到哪儿去了? 你给我发信息说你发烧了,头痛,不能出来见我。 我这立马就在网上搜怎么治疗这个头痛发烧, 我呢还冒着风险去医院为你整来了这些药。 你呢为什么让我找不到你? 为什么要躲着我呢? 发烧好了吗? 让我摸一下你手的温度。 好了,这哪里好了? 手这么热,脑袋还一直在流汗, 你的手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感。 煤甲,你昨天是去做煤甲了,对吗? 宝贝,这个煤甲不适合你, 我呢帮你把它给拔下来, 别动,把手拿过来。 忍着点儿,我有一点痛。 只有痛了呢,下次才会讲气息,对吧? 好了,现在呢,看着是舒服多了。 既然生病了,那肯定是要吃药和打针了,对吧? 咱们打针之前呢, 你先把这三个药给它吃了。 这个药呢,是我特意地为你研制的, 指定为药道病出的。 吃完之后呢, 你就会像之前一样,活捧乱跳的。 也绝对不会说,没有时间见我了。 来,张嘴。 一口把它吞下去。 太大了, 不大的宝贝, 来,张嘴。 啊。 吞下去,不许叫。 你看,你这不是很胖吗? 来,第二个。 还有最后一个,张嘴。 怎么样,宝贝? 吃完药之后,有没有好转呀? 感觉已经好了吗? 你真会说谎呀。 这个药效, 怎么能这么快呢? 对不对? 在这个药效上来之前呢, 我先赶紧地为你打一针吧。 我看你好难受, 我也挺心疼的。 你丑受你这个脑袋上面的汗, 一直流得不停。 先为你打一针药, 打过之后呢, 你也就不紧张了。 放松,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? 宝贝, 来, 来,你自己选择一下, 这两块, 你想用哪一个? 这个? 可以的。 既然这个大小是你选的, 那这个针头呢, 就由我来决定吧。 好不好? 一块粉色, 一块蓝色的, 你不是最喜欢蓝色吗? 那今天, 就为你用这个蓝色的针吧。 我来帮你, 取出来一个。 你不用害怕, 对着针打完之后呢, 你就不会感觉到痛了, 知道吗? 我那么爱你, 这么任性, 让你痛呢, 对不对? 一共就这么多, 我说很乖很乖的, 你能把胳膊露出来吧? 快一点啊, 在犹豫什么? 你是想让我碰你吗? 我就说三个数, 如果你不乖乖听话, 那就不是差一针的事了。 一, 二, 对了, 这才怪吗? 你看, 如果你听话的话, 咱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, 对吧? 怎么样? 这会儿, 是不是没有什么直觉了? 接下来的治疗呢, 就到了我们输液的时候了。 我呢, 不忍心让你输大瓶的, 我给你挑了一个, 最小瓶的来。 咱们开始之前呢, 我先往这个药里面, 加入一个东西。 这个小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? 你能看出来吗? 红色的, 是不是感觉还是挺鲜艳的? 把这个东西, 加到你的药里面, 这样的话, 咱们就学业相当了。 那你感受一下还是热的? 是不是很温热着? 我呢, 也不多加, 这一罐子呢, 加入你的药里头, 还有剩下的, 等会儿你就喝了吧。 那呀, 别说了, 这个颜色呢, 还挺好看的。 刚好你喜欢蓝色, 我喜欢红色, 多硬镜呢, 对不对? 这个树叶器呢, 我没有找到新的, 只在垃圾桶里面, 捡到了一个别人用过的。 你不会怪我吧? 干嘛不说话? 我知道, 你是绝对不会怪我的, 对吗? 我先帮你把这个药, 给它挂起来。 你呢, 别怕, 说完药之后呢, 你也就不难受了, 知道吗?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了。 你看, 虽然刚刚那个针有点粗, 但是这个针可是非常的细的。 哦, 我忘记了, 应该先消毒的, 对吧? 先用这个点符, 帮你做一个消毒。 这些呢, 这些呢, 都是我在医院怕了一天, 给那些护士学的, 你有没有感觉到, 有一点点感动呢? 既然感动, 你为什么还要哭呀? 你放心, 这个针头笑是不动的。 怎么了? 放过你。 宝贝, 你在说什么呀? 我没有对你怎么样呀, 我只是在帮你, 治病呢。 你不是难受, 没有时间见我吗? 我再给你咬到病处呀, 让你之后, 没有理由再拒绝我。 你不要说话, 也不要动,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, 知道吧? 再拿一个树叶铁哦, 帮你固定一下。 好了, 现在这个针呢, 也帮你扎上了。 你呢, 就在这儿轻轻地等待吧。 有没有感觉到肚子饿, 却不需要我出去, 帮你买点纸的呢? 让我去是吧? 那你就乖乖地, 待在这里不要动。 这个房间里, 哪个地方都是有摄像头的, 所以你呢, 就乖乖地在这里, 如果让我发现两道包的话, 你知道我过的, 对吗? 我会发现两道包, 就乖乖地在这里, 就乖乖地在里面, 就乖乖地在这里, 那里面是会发现两道包, 就乖乖地在里面, 就是乖乖地下了, 就是乖乖地下了,